透过多元媒材,艺术家呈现花的诗意情怀。 有诸多探讨,对媒材的应用也做过深入的实验和研究。 退休之后,以创作为置业,在美国和台湾举办各展,成获得台北市教师媒展国画第一名。 作品技法纯熟,留白技巧堪称一绝。 因为旅行而写深,让高淑慧兴起拥抱大自然的冲动,儿时的记忆、质朴的乡野, 让她的每件作品都泯媚灿烂。 擅长娇彩创作的赖宝玉,热爱大自然的启花异丑, 并持一颗虔诚的心,将手中的画笔当作一株香,歌咏自然。 吴翠萍用刀画出中国笔墨的韵味,同时加入笔的爱恋, 在交织的过程中,呈现出浪漫的春枝气息。 展出的作品有黑与白的五精灵系列,和荣华富贵的牡丹系列。 摄影创作者汪龙元,也是追花使者, 用黑白跳脱牡丹的艳丽形象。 十方新闻记者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观看